五一假期聚餐少不了 但是不能铺张浪费 从4月29号起 反食品浪费法正式施行 这意味着 例行节约反对浪费 不再仅仅是倡导和号召 已经上升到了法律高度 防止食品浪费 从此有法可依 反食品浪费法共32条 分别对食品浪费的定义 反食品浪费的原则和要求 政府及部门职责 各类主体责任 激励和约束措施 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 根据反食品浪费法 公务活动用餐 不得超过规定标准 可奖励光班行动消费者 点餐浪费 可收厨余垃圾处理费 商家诱导误导消费者 超量点餐最高罚1万 食品生产经营者严重浪费 最高罚5万 制作发布传播 暴饮暴食视频节目 最高罚10万 吃吃的这个法 我是觉得挺好的 就让大家就觉得 能吃多少就点多少吧 就不能浪费嘛 按照那个 剩的数量来送罚嘛 那还是罚吧 我也建议罚 该罚 浪费食物很可耻 比如说可以根据分量来罚 你浪费多罚得多 我觉得也是一种 对劳动的一种 不尊重劳动 对 不尊重劳动 我们是肯定打包 而且我们会自带 保鲜袋和仓盒 我们随身带着保鲜袋 这是对我们 好处太大了 你盘子空了 我收不台的时候 可以省很多道工序 我不需要把那个垃圾 全部分类 全部倒好 因为现在就是 哨水跟那个 其他垃圾是要分开的 记者采访过程中发现在 早先的光盘行动中 消费者大多已经做到 点菜的时候烧点 吃不完的 打包带走 随意浪费粮食的情况 已经有了明显好转 不过在一些特定的场合 食品浪费情况依然存在 像下面湿线 就能说他们不是办喜酒 什么之类的 以前的话 大人都会带我们小孩子 去那边吃完饭的话 还会打包 但现在的话基本上不会 我就觉得这种挺浪费的 一桌子菜可能没吃几口 就走了那种 因为生活小钱好了 我们就是公司的年终的聚会 可能会稍多一点点 因为可能有一个说法 年龄有余 每一次点的很多 就感觉浪费了 所以就还是要打包回去 结果有时候也会 第二天可能忘了 明显东西太多了 坏了就只能扔掉了 我还看到 我应该有另外一种浪费 就是他可能 我们去吃饭 然后可能他对这个食物不太了解 然后点完以后 可能觉得不好吃 然后基本就没动 然后就放在那里 这种浪费 点多了嘛 然后就吃不完 然后剩下的话 他也没有选择打包 因为他毕竟是请人的 他打包也不好意思 那时候我的恨很重要 没事你就上菜就行了 这是贺人的需求 所以我们只能提示 对于反食品浪费法的施行 众人纷纷支持 并发起呼吁 从源头做起 从自己做起 例行节约 反对浪费 我觉得就是应该少点 按需要来点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应该倡导的是这种 法律层面的 现在还需要全民的意识的提高 节约粮食 从我做起吧 直播海南 记得报道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